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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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一天 就從 每日靈良開始 感謝主今天我們來讀約伯記的十六十七章 在這十六十七章裡面 我這一次挑選的是前面第四節跟第五節 約伯記十六章第四節 我也能說你們那樣的話 你們若處在我的境遇 我也會聯絡言語攻擊你們 又能向你們搖頭 但我必用口兼顧你們 用嘴消解你們的憂愁 我前面講到約伯真的不容易 在當三個朋友起來攻擊他的時候 他卻仍然在智慧裡面說 十六節他說 我若能夠像你們那樣的話 我若能說你們那樣的話 你們若處在我的境遇 我也會聯絡言語攻擊你們 那個聯絡言語就是講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講一大堆的話 向你們搖頭 那就是一個嘲笑的一個動作 鄙視的一個動作 哇 真的 約伯一定是遇到好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真的提醒我們 我們 我們求主來幫助我們 當我們身邊有人遇到不容易的時候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真的在話語上面 我們在話語在行為在表情 都求主來幫助我們 我自己看到我真的反過還是提醒我 真的求主幫助 讓我懂得怎麼去幫助那些不容易的人 在遇到難處不容易的人 真的像第五節講 我要用口來堅固你們 我要用我的口來堅固你們 用嘴來消解你們的憂愁 也就是我的話語要來幫助你們 鼓勵你們 使你們不再在憂愁的裡面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 有一個聖經它這樣子說 它說我如果站在你們的位置 必不像你們 反而會努力以撫慰及勉勵來扶助你們 真的有時候我們真的是用我們 太常用我們本位的思考來看任何人 跟每一件事 所以求主來藉著這個來幫助我們 我們真的要用話語 有同理心 更明白對方 以求主來帶領我們 怎麼樣的來幫助我們身邊的人 願神祝福你 Amen Unเช Bye bye